除了剛剛講的引墨跟罩山之外 我們的擠壓的過程還有一些別的 比如說它有擠壓 它就有斷裂 然後就會產生斷層 有斷層就會產生地震 所以板塊交代代就是所謂的地震帶 這裡是壓力 我們前面要你背過了 壓力會造成什麼斷層 我前面要你背過了 12號 12號 壓力會有什麼斷層 起立 壓力什麼斷層 正斷層逆層 左一斷層右一斷層 逆斷層 請坐 壓力會造成逆斷層 這要你背過了 壓力會造成逆斷層 OK 然後呢會有一個班尼奧夫代 就是往下吐 所以呢會 所以陣緣會越來越深 這個國中沒有礁 國中沒有礁 但是你知道就好了 就是你看因為往下吐嘛對不對 所以這裡會有深緣 然後會有中緣 然後會有淺緣 所以省中 深緣中緣淺緣都有 而且會順著吐的方向會越來越深 專有名詞叫做班尼奧夫代 你不重要 你就知道這個結構就好 這個曾經考過 可是當年考的時候 你不需要知道班尼奧夫代 你只要知道聚合的時候會有聲援就可以了 聚合會有聲援 這就是這個東西 海溝的深圳深部的分布 然後擠壓高溫高壓就會怎麼樣 產生變質作用 所以有變質鹽 所以花東地區有變質鹽 因為板塊交界 然後如果太大就會怎麼樣 升溶作用 它就可能會融化 就有岩漿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 撞在一起 好來 我跟你講 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 外表上是海洋撞陸地的 這時候擠出來 噴出的火山岩 就叫做安山岩 安山岩命名來自安地斯山脈 就是那個太平洋撞南美 海洋撞陸地 台灣也是海洋撞陸地 所以台灣也是 安山岩 海洋撞陸地就是安山岩 這是有冒出來的 火山岩 安山岩 沒冒出來的 在底下就冷卻的叫做花崗岩 那個喜馬拉山那麼高 它不能噴不出來啊 就叫花崗岩 基本上沒人考花崗岩 這件事沒人問過 可以當做不知道就好了 因為這件事沒人問過 它會考就是 它考就是考那個 安山岩 安山岩是會問的 安山岩是會問的 所以外表上是海洋撞陸地的就是 安山岩 安山岩 OK 噴出來的火山岩 因為擠壓 然後呢 飲墨 然後升溶 所以就會有火山活動 所以板塊交界帶就是 火山岩 OK 我們看待 然後呢 這有所謂的島湖 我們講過國中不交 這個島嶽 就是冒下去 升溶 然後岩漿冒出來 會產生一系列的島嶼 這個島嶼呢 會跟你的海溝大致平行 這叫做所謂的島湖 它就是老的海洋地殼下去 重新融化 岩漿冒出來的結果 國中沒有交 我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 OK 下面是一個有成功的影片 就是你可以看到海溝 你可以看到那山會撞在一起 它會長大 好 你的 左手邊這邊是什麼東西啊 海溝 然後你看到這邊有很多紅點點對不對 那叫岩漿 升溶 會冒出來 所以就有火城活動 所以板塊交界帶就是火山帶 然後一直 所以就有冒火山嗎 然後一直撞一撞 終有一天會撞到對不對 就是喜馬拉雅山那樣子嘛 最初人會撞到 突然開始擠呀 狂狂狂狂 然後就冒出了 喜馬拉雅山 折舟山脈 新的折舟山脈 是個聚合性的板塊交界帶 這就是 我們跟你講的 有關於 那個 整個 地質構造 就是聚合性板塊在 會有哪些地質的現象的狀況 OK嗎 OK